目前好像還沒有找到一個比Exale 可能可以取代它的工具 如果沒有Exale 我想工作可能很多地方會有問題 即便你把它丟到雲端 可是雲端好像還是有相容性問題 或者有一些像什麼OpenOffice 或什麼LibraOffice之類的 就是相容 可是還是有所謂的相容 它95% 可是還是有5%不一樣的 可是那5% 如果剛好是你要列印 把它報表輸出的時候卡住了 其實只要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你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為什麼Exale 就是其他免費的自由軟體 要推廣不容易 原因可能就在這裡 因為對一般來說還是挺麻煩的 雖然政府機關現在很希望節省 因為每年要禁貢 要給微軟這麼多錢 幾百億 光政府機關我記得 好像就要給100多億 網路上有這個資料 民間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 以前 這個抓到板已經抓得很嚴格 所以現在沒有人敢用那個沒有授權的 所以基本上呢 但是如果用一個自由軟體 雖然不用費用 但是好像用的不順手 所以這個怎麼辦呢 這個可能還是要去思考 那再來我來看一下這個前三名的工資總額 不過前三名你可能要先想一下前三跟後三 怎麼知道前三 那我剛剛講過啦 如果最大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統計裡面的Large 最近使用過Large Large裡面的話 Average是工資裡面 第一大的是三萬八 那第二大的是三萬七千五 OK 那一起來推 那如果說你要前三 前三大就Large 一二三加在一起 再來的話什麼 後三的話就Small 另外有一個函數 它是那個Small 用法跟什麼呢 跟這個一樣 所以只是把Large改Small而已 也是可以一二三 但是問題 那公資會很長嘛 會Large一二加在一起 那所以有沒有什麼更簡單的方法 我們可以先用什麼 這個Large K的話用3 按確定 三萬七千四好了 那後三的話呢 就是Small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一樣用什麼 統計裡面的Small 那你Small開頭的 Small往上 OK這個 一樣範圍給他 第幾大呢 第三大 OK 第三應該算第三小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這兩個我們知道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算出我要的 但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 比較 我是覺得比較不是那麼聰明的方法 你可以 這邊是 等於 第一大 然後 加 你寫錯了 第一大 加上 第二大 所以這邊 C 這邊第二大 再加 第三大 打勾 前三大就出來了 可是這樣子 後三 比較小的呢 那當然就是再加用Small 可是這個方法好像不夠聰明 為什麼因為要串很多了 那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不用這個方法 我用什麼 用那個剛剛講的 用Small來做的話 那第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先複製一下 Ctrl C 取消 取消 插入 函數在這邊 用最近使用過的那個Sumif Range指的是什麼呢 要比較的範圍 比哪邊呢 比工資 Criteria的 要前三大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只要大於什麼 第三大 第三的就好了 如果大於 或等於 大於等於第三的 那不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嗎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Criteria貼上 不過問題來了 你貼上的話是一個數字 那我們前面不是有那個大於五萬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關鍵點來了 那你要怎麼再加大於等於 在前面 特別注意 你要把它當一個字串來看待 就文字 文字的話 一定是雙引號 and 有沒有 and 才能串公式嘛 對不對 前面加什麼 大於等於 有沒有 這邊就出來了 大於等於 三萬七千四 有沒有 可以看得懂吧 OK 那 後面的話 SomeRange的話 工資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的Range 跟SomeRange是同一個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以省略 因為你有選跟沒選一樣 如果你這邊沒有的話 他會把上面的當SomeRange 按確定 結果就出來了 你會發現喔 剛剛一二三加起來 這個是只要做一個 相對起來啦 但公司的複雜度來看 這個應該會簡單 一點 比較短一點 但是 簡單度來看喔 剛剛那個方法 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你如果做不出來的話 你還是可以用前面那個方法 因為那個方法最直覺嘛 一加二加三不就好了 另外的話呢 那個最小的 後三的怎麼辦呢 Ctrl C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加上 貼上 對不對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把這邊直接改什麼 改一個Small就好了 對不對 那Small的話呢 改完之後的話 當然你那個方向要再 再改一下 Small 然後 剛剛是大於等於 對不對 現在什麼 小於 因為我要 因為我是 就是 第三 第三小的那個 然後 就是 直接這樣子 然後小於等於第三的 然後 打勾 OK 就可以把它串出來了 那最後當然這個地方 你可以 假設啦 如果要排序有沒有 順便講一下 如果我希望喔 幫我把工資 就是 由 大到小幫我排序 還有由小到大排序 你想要排序 你想說 那老師我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資料 這邊有一個什麼 排序對不對 不過如果我不希望 因為排序之後 你資料會亂掉 你那個 裂欄都會亂掉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你可以 最大排到最小 你可以插入函數 用最近使用過那個Ludge 範圍給他 這個範圍 那因為等一下會像一下填滿 所以你這邊可以按一個F4 兩下 我習慣 因為只要鎖列就好了 K的話呢 你這邊D大 對不對 按確定 這個時候最大 那往下填滿 你想說 那我如果希望呢 1可以變2 2可以變3的話 這個地方怎麼辦 自動呢 幫你累加 這個地方喔 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將來呢 假如這個數字 你希望往下填滿 自動增加1號的話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概念 什麼概念呢 旁邊不是有列號對不對 列號 它現在在哪一列呢 第二列 那你可以抓列 列裡面的值 把它減1 減1之後 不就是1了嗎 那所以這個地方 我在旁邊 先打勾一下 在旁邊 插入一個 這個 後面還有一些 講到的一個叫 減4與參照的函數 這個 裡面有一個參照函數 叫Raw Raw意思是說呢 我要參照到 我現在在哪一列 你不用給任何參數按確定 向下填滿 2到10 有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Raw怎麼樣 減1 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1到9 有沒有 1到9 這個不就我們要的嗎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Raw減1 放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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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打個Raw 小瓜糊 減1 就可以了 打勾 向下填滿 有沒有 由大到小 那由小到大 當然同理可證 怎麼樣 直接可以把這個 這個改成這個small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這邊 順便講一下 這個有 這個範圍 然後向下填滿 所以以後 如果你那個排序 有時候會限制 可能你不方便說 你把它複製到另外一個 排序再把它貼來貼去 太麻煩 你乾脆用small 跟lutch 很輕鬆的 不過這裡可能要配合 一個叫Raw OK 參照函數 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資料 所有的資料 做一個排序動作 OK 這邊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 這個我看一下這一題 那個姓名 就不會讓我們跟他跑 這邊喔 對 他 因為我們只需要知道 就是那個薪資的高低 跟姓 跟姓名無關 因為 如果你要姓名跟著跑 可能還是要用排序那個功能 要不然就是用VBA 去搬移那個資料 那相對用VBA去做排序 那要更複雜了 所以有的時候當然 如果你在練習的時候 可以考考自己 但是實際上工作的時候 還是想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先把眼前的事情解決再說 有時間啦 所以我說 如果你平常工作可以提高效率 之後有沒有 你就會有閒暇時間 那閒暇時間呢 你如果想要再更精進 你可以利用閒暇時間來練習 因為你也總不能做別的事嘛 反正就eSale 你就是剩下的時間來練eSale 甚至練VBA 對不對 那反正用老闆的時間 老闆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對不對 反正你在做事情啊 那這樣子你的VBA也會功力大增嘛 所以 這也提供給各位 因為很多同學 就是來上課的同學 都是這樣在 在讓自己程度提高 那相對的有沒有 利用老闆的時間嘛 利用老闆 然後呢 來練 增加自己的專業技能嘛 欸 應該算是 兩全其美啦 也不 老闆其實也對啊 也希望你精進嘛 甚至其實我發現有些 很多是自己公司派來的 應該有吧 然後 而且也是老闆出錢的啊 對啊 只是說你可能回去還是要有 讓老闆看到你有來學到東西啦 OK 好這裡的話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這個地方 那我剛剛的東西 就放在這裡 不過這一題好像我是沒有寫到 還是有VBA 這個是11 剛剛是9 9在這裡 這個這一題我記得好像沒有特別把VBA帶到 所以VBA部分 因為這個地方可能太複雜了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試著用VBA再寫寫看 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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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有 好 好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